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还有一个天地呢 距离你和距禁一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演一个好几世都是相爱相杀的一个关系 彼此伤害 彼此相爱 接剧本的时候知道是和谁搭档吗 当时已经知道了是小鞠搭档 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上的反差 之前觉得因为更多的时候是在网络上面看到 因为之前没有合作过 当时觉得小鞠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话很少 然后比较高冷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但后来拍戏合作发现他其实挺可爱的 挺活泼的 在网上看到过关于他的什么消息比较多 就是一些演出嘛 一些在舞台上的那些比较高光的时刻 还有就是他之前的一些剧 能不能点评一下舞台上的小鞠 闪闪发光 一个词形容花容里面的小鞠你会用什么词 多变 因为演过不同阶段嘛 他演了个将军 演了这个凤凰 然后好几世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比较多变的感觉 你觉得小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18岁 17 18岁 这很少女 你们俩在拍戏的时候会不会交了一些表演方面的经验 我们俩会相互提醒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样子会更好 有道理 我觉得你这样会更好一点 也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演戏的时候 你自己是看不到你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俩就是相互提醒 如果觉得这样更好的话 就会相互借鉴 相互听取对方的建议 如果后续还有机会再次合作的话 你希望你们俩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关系呢 这个戏里边演情侣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应该除了情侣之外 想不到别的关系 得知花容要播 你的第一反应是 当时还挺意外的 也挺开心的吧 就是突然告诉我花容要播了 要播了 因为之前拍完了花容 也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吧 就很期待花容和大家观众们见面 无情无爱的太阳神 和心机深沉的凡人间谍 这两个角色 哪个角色演起来都难一点 我觉得刚开始拍戏之前 心里没底的时候 感觉都挺难的 但是拍着拍着小菊的鼓励 还有导演的这些帮助 整个组里面各个部门的 对我的鼓励支持什么的 就发现其实到后面的话 就融入角色就还好 就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感觉演起来非常的痛快 也很开心 入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就是天帝本帝吗 当时是这么觉着的 觉得我就是天帝 我就是最厉害的 我这个法术非常高强 让大家 对 尤其是做了一次天帝之后 所有人对你行礼的那一瞬间 值了 你在剧里最厉害的大招是什么 就有一个叫赤销剑 就是我的一把武兵器叫赤销剑 只有这把剑能够做一些 比较特别酷炫的一个技能 我的主要的技能是火焰嘛 剧里边还有这个天帝教的技能 闪电 感觉挺好玩的 试演天帝时有没有参考过一些 其他影视剧中的角色呀 那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 特别多的东方玄幻的这种剧 然后里面都会有一些 师尊啊 天帝之类的角色 然后都会去学一学 像不同的演员之间的那个表演方式 都会看一看去借鉴学习一下 但更多的其实是在眼神上面 还有一些说话的状态 感觉自己是非常有这个地位尊贵的感觉 毕竟这个三界都是我说了算的 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那只限于拍戏的时候啊 能不能对着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天帝看人是什么样的眼神 当时做天帝的时候 因为天帝算是整个三界都说了算嘛 他肯定就是那种比较威严的 然后眼神尽可能是向下那种 然后比较慢的那种感觉 一个状态就是说 袖子一挥 就是那种为我独尊的感觉 想一想都很开心 那看未知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深情吧 就是这种感觉啊 你知道自己出场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吗 听说我出场的时候好像是隐身的 透明呢 是吗 原来我是空气 我知道那场戏拍的时候 我是站在一个牌楼上面 那天还挺印象深刻的 当时天气很热 然后顶着大太阳 吊着威亚 然后站在一个三四层楼高的一个牌楼上 然后往下看 那你假装成观众在你出场的时刻 发一条弹幕你会发什么 这个赤赤神君怎么是透明呢 不应该是金光闪闪的吗 应该出场很霸气 非常的有那种天地异象的感觉 这个出场怎么这么简单呢 怎么还是透明的呢 怎么回事 给自己求一个酷炫的出场吗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天地黯然十四个 然后呢 这个太阳就也是那种变色那种的 然后呢 风里来雨里去 突然有一个功劳一下 然后赤语神君登场 带着光 万众瞩目 但是最后看到的是 我是透明的 就赤神君是透明的 就是过于低调 在炎月的事业关里 苍生的安危和自己顺利度过情节 哪个更重要一点 肯定是天下苍生更重要吧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 杀疯狂这么多次 一次两次可以理解 刺色斗杀有点 就是很明显了嘛 还是这个更在乎天下苍生嘛 那如果让你本人替炎月 跟未知说一句心里话 你会跟他说什么 未知 对不起 你觉得自己和炎月的角色 契合度是多少 我自己跟炎月啊 百分之一 人家是天地之子 有着无上法力的赤日神君 我本人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现实中郭君臣是高冷多一点 还是中二属性多一点 以前的我认为 可能高冷更多一些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 我好像不太高冷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中二也有 高冷也有 他们都叫我好笑男 站在演员的角度 你是怎么看待古装剧里 男主断情绝爱的这种设定的 断情绝爱 我觉得其实还好吧 因为每一个角色 他的这个经历是不同的 只要符合角色 符合剧情 我觉得都还可以 没有说是断情绝爱就不好 都可以接受的 相比于这种断情绝爱的天之小子 你会更想去演个恋爱闹的普通人吗 我反正我都演过 都挺不好演的 因为正常人都不这样 都挺难演的 但我都演过 你和最近一拍戏过程中 最过瘾的一场对手戏是什么 反正我最过瘾的是 凤凰跟天地大战的时候 那场戏就特别的难忘 就当时呢 我们俩就是对面对面站着 当时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是有法术的 然后你们手上冒着各种火焰 什么红色火焰 绿色火焰 不管 反正你们是有火焰 而且有什么星星光光在你身边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场景 你们自己去想象 然后呢我们俩就干站着 站着之后就相互比手势 就是嘿 哈 然后就是啊 哈 那种就是五指老师告诉我们一些动作 但其实在外上看的就是两个人 啥也没有可能就是来回动 全靠想象 而且我们俩还要保持着彼此仇恨的这种情绪 就是又想笑 但是不 我不能笑 我在施法 我在大战 当时是这种情况 就很难忘 听你刚才描述的这场戏 特别有一种在打游戏的感觉 有一种这种感觉 每一次都bly 一百年的话 你最希望观众们看到你在花容里面的表现有怎样的反馈 就是大家能够觉得看的挺开心的 然后呢觉得我有进步 我就觉得很满足 花容的编剧其实非常擅长写末系 在你看来剧里面的糖和刀片分别占多少啊 我觉得呀 经过我拍摄的感受的话 我是觉得刀片会多一些 但是呢刀片里面藏着糖 就是又痛又甜 对剧中最满意和最想吐槽的一个造型分别是什么 我最满意的一个造型就是我在最后的凤凰跟天地大战的时候那套衣服 黑色的长袍 然后镶着金丝 巨帅 但是我只穿着一丝 挺可惜的 就吐槽的点就是说我不太喜欢我古装有刘海 就我时时刻刻先把刘海给吃掉 好不不能说吃掉给拔掉吧 就是感觉会封印住我的整个角色的状态 我不太喜欢刘海 就是希望以后我的古装系里面不要有刘海 花容月亮破百万的时候心情如何呀 就是当时就没想到就 就啊 这么很惊讶 就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关注花容 挺挺震惊的当时 如果花容播成了爆款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就直接跳那个恋爱告急 大婚期NG了几次啊 这个真记不得了 也不是不是一条过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机位嘛 然后比如这全景拍一个特写拍一个 单人的特写拍一个什么呢 真是记不得具体几次了 给自己在花容里面的表现打多少分 如果满分10分的话我打7分 就是刚刚好要继续努力 靠分点是给自己加油努力嘛 然后呢会更好 最近有在爱奇艺推什么剧吗 外婆的新世界 之前看了狂飙 看了挺多 看了好几遍 如果让你有机会去演狂飙当中的一个角色 你想挑战哪个 我想挑战一下那个疯名字 别让我抓到你 抓到之后可遭劳罪了啊 挺想演这样的角色 没演过 还有什么高企胜我也想尝试一下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克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散人维满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请订阅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back